这个peer pressure 来自同龄人的压力 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文章 是说就是鸡娃 所有的孩子起跑线都提高了 就相当于没有提高 因为大学还是那么几所大学 入学的名额还是那么几个名额 然后还是从100个孩子里面 挑选那么10个进这个好大学 所以当所有人都鸡娃的时候 就相当于根本就 没什么用 就是反而孩子很累 但是当所有人停下脚步 好好的给孩子更好的 其他的方面的发展的话 让孩子好好休息啊 反而会更好一些些 但是真的大家都停下脚步 就是别人好了 那我肯定也要赶上那种心理啊 我觉得是很难克服的 我觉得这是分两点吧 有些地方是资源很充裕 但是有些人自己要求高 就举个例子就是美国这样的环境 就是美国其实基础教育的资源 还是挺充足的 只不过有些人一定要去好 最好的一个学校 那当然就是寄完 那排名可能不到前三的学校 很多中国家长不愿意去 无论这个学校教育资源 有多么充足 这个地区学校有多少 你总是按照百分比来 你一定要进5% 3%这种高的金字塔尖 那你当然不停地要寄完 但另一个方面就是 有一些地区 它的教育资源就是它不充裕 我就觉得国内其实很多地方 它好的学校确实没有那么多 又举个例子 大学 中国最惨的省份河北 你数一数那么大个省 每年多少万的毕业生 他们21才几所 那这样的地方 那卷的就是特别有办法 没办法抵抗的一个例子 你要绕不就考到别省去 那现在很极端 忙到不行完全放 那么就是把教育孩子这件事情 搞得像一个项目工程一样 就有进度 有目标 有评估 然后有这些的东西 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家长如果很不开心的话 他就是完全会影响孩子 然后即使那个孩子以后很优秀 上很很有名的大学 他可能也并不开心 甚至有的小孩会走极端 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我上个月还分了一个文章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就是讲空心人 就特别优秀的孩子 很可能是个空心人 他的理论就是说 你很多的人 只是注意到某一项 比如说成绩 或者是说某一些技能 钢琴啊 美术啊这种 就是他会花孩子很大的精力和注意力 然后很多孩子 他只是把这种 就是相当于 进阶打怪当作生存的一种方式 就是就像打工人内卷一样 你打工就是每天上班 打卡好拿你的那个报酬 对吧 上更多的班 打更多的卡 拿更多的钱 那孩子就是 我学的更好 爸爸妈妈更爱我 然后为了爸爸妈妈更爱我 我就更学的更好 就他的整个这个闭环 就非常的非常的窄 那生活不只是这样子 对吧 那他的心里可能没有意识到 别的事情对他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的心里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单向的反馈 那如果说 他只关注这一件事情 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的话 很容易变成一个空心的 就是生命没有意义 没有意图 空穴 就他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了以后 他发现 我没有感觉 是吧 这就像是小老鼠在一个笼子里面跑那个圈一样 他只是为了跑而跑 他只是为了学习好而学习好 他没有意义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 对孩子适当的放松吧 就是在教育方面 如果他是一个学习型的 然后就是比较上进的孩子 那么也会给他提供比较好的环境 好好学习 但是如果他实在不是那个方面的材料 那也尽量让他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 只要以后他能够自食其力 我觉得就可以了 有一些兴趣爱好 让他生活上感觉他是幸福的 就是快乐的 我觉得这个这点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也希望我能做到 我觉得最大的前提就是 你和孩子都要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一个学校 那学校特别注重排名 然后你的孩子成绩调一调 他就不停的约谈你 就整个家长和老师和学校都处于一种 就是排名竞争的这种压力下 你就很难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得很放松 我觉得这边的学校应该不会有那种什么 约谈成绩的事情吧 应该 对我觉得不会不太多 国内很少有那种特别放养的学校 美国也鸡 美国鸡娃不是这种鸡法 对 我觉得印度人鸡娃很厉害 印度人鸡娃比中国人鸡娃还要厉害 他们每次放假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兴趣班啊 然后参加什么各种比赛啊 他们都会有 美国人也有啊 是吗 美国人特别多啊 美国人鸡娃的套路和印度人有点像 但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科目像 就是印度人还是比较和中国一样喜欢跟成绩有关的 数学有关的 美国人就会有体育特别多 美国人对体育的投入就不惜血本 就是恨不得女孩子都去踢足球 男孩子都去打橄榄球 我身边认识的人对孩子体育上的投入简直是大开眼界 就是有让孩子去打高尔夫球 玩体操 就是艺术体操 然后有那种很小的孩子就去踢足球 可能两三岁就去上海去踢足球 然后还有那种 很多项目我都没有听说过 都能可以都可以搞那个体育特长的 赛艇翻船 我说我们咱这个州特拉华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搞这么丰富 那别的州赛源比较好的那里 多丰富呀 美国人确实挺注重运动的 那你觉得如果家长拼命的投入 让小孩子玩爱好 这算是鸡娃吗 不算 那家长不停的孩子打乒乓球 想让他成为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 这算鸡娃吗 算 这是有一定功利目的的 对对 看那个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中美家长心态都很像的 有很多美国的家长是为了孩子让上体育特长生 就为什么女孩子这么多去踢足球的 就是因为 soccer在那个大学里面拿奖学金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为什么打football 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你看美国运动好的 大部分的运动项目都是大学里面能够提奖学金的项目 刚才还是美国家长也是在鸡娃了 只是他们的 只是不需要那么用力 对对对 所以我前几天还跟一个朋友在聊 就是中国人的心态 美国人的心态 或者是日本人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人 他们的心态都差不多 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到一个大环境 走了一个什么趋势 然后这环境里面的那一代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态 都是特别特别像的 就比如说你说到日本 我就想起日本 现在不是丧文化吗 那那是因为他们经济辉煌过 是吧 见证过巅峰 然后走下坡路了以后 大家知道奋斗也没有这么大的出路 你个人努力无法和时代的衰退做抗衡 慢慢就会丧嘛 而且确实经济基础整个社会富裕了 你就算宅 你就算不那么努力 你至少还能有一个比较比较好的一个生活水平 感谢大家